大家好,我是彩虹 今天给大家分享个芝麻酱烧饼的做法 表皮酥脆,内力鲜软,香气浓郁 越嚼越香,下面我们开始吧 先准备300g普通中筋面粉 加入3g酵母,混合均匀 再分次倒入190g,30度左右的温水 搅拌成絮状,揉成面团 此时面团很粘手,放到案板上,继续推拉揉搓 粘到案板上可以利用刮板刮起来,再揉搓 做这个饼,水分含量要大一些,做出来才不会发干 所以揉面这块要克服一下了 最后揉成一个光滑偏软的面团 大碗里烧撒一点干面粉防掺 放入面团,盖好保鲜膜形发至1.5倍大 再准备50g芝麻酱 加入两颗盐,15g香油 将芝麻酱卸开成流线状 面团发酵好之后,取出来揉面排气 案板上多撒一些干面粉 将面团按扁 搁成两毫米左右后的大薄片 淋上芝麻酱 用刮板刮均匀 然后从底纸上卷起来 可以边轻拉边卷 将面卷卷起时 据好以后平均分成10分 取一个面剂,两头拧合好 立起来,再从上至下按扁 成一个小饼 接着在表面刷一层蜂蜜水 蜂蜜水的比例按照1比1的比例来调 然后再撒上一层芝麻 做好后,摆入到烤盘里 盖上保鲜膜,饧发20分钟 饧发这小饼明显变大变胖了 这样就可以烤了 送进浴炉好的烤箱 上下火220度烤15-20分钟 每家烤箱的脾气不同 时间和温度仅供参考 烤至表面颜色焦黄就可以出炉了 千万不能烤太久 否则会发干,影响口感 没有烤箱也可以用平底锅来烙哦 现在已经不烫手了 来展示一下 表皮脆脆的一碰就掉渣 再来看看里面的层次 内里渲染多层 芝麻酱香气浓郁 真的是越嚼越香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试试吧 我们明天见,拜拜 比诺 我们明天见,拜拜 你明天见,拜拜 我们明天见,拜拜 我们明天见,拜拜